日本乐团天后冰淇步的二字传小说 《阿慕若真爱的人》即将改编成日诗 书中提及了冰淇步的几段爱情故事 让不少网友的颇为关注 提起冰淇步的感情经历 就不得不说 去年前与演员无忍内山摸我那段不沦列 去日媒9月9日报道 曾经为冰淇步办理的内山 摸我罕见的接受路媒体的采访 内山摸我自告出轨冰淇步后生活凄凉 不仅失去了自己的家庭 还因此遭到封杀断了经济来源 最穷的时候 因为饥饿男人 曾用公园的杂草冲击 内山摸我是1984年出生的 十岁起开始练习舞蹈和杂技 基本功很扎实 2007年的时候 成为了冰淇步的伴舞 冰淇步与内山摸我在相处中 渐渐生出情愫 后来又媒体曝光两人相处 前一的照片 2012年冰淇步在个人粉丝汇管网上 公开了与内山摸我正在交往的消息 内山摸我也在社交网络上 大方公开了与冰淇步的恋情 两人的恋情在当时引起热议 公开恋情之后 内山摸我的一举一动都颇受媒体关注 后来又媒体曝光内山摸 我是已婚身份 当时内山摸我虽然已经在处理 与妻子的离故问题 但还没处理好 就被媒体拍到两人私下园会的照片 只好迫不得已 公开与冰淇步的恋情 冰淇步没有想到 内山摸我还没有处理好一个问题 内山摸我被抱一婚之后 冰淇步成了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 他整块自己形象的冰淇步 选择了与内山摸我分手 结束这一段荒唐的恋情 内山摸我与当时的妻子顺利离了婚 可也跟冰淇步分了手 我那出轨的内山摸 我遭到了封杀 内山摸我与冰淇步分手后 曾在社交网络发言 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 家庭、事业和爱的人什么都没了 失去了经济来源的内山摸 我在停车场退了一个月左右 后来扎转于朋友家 最终困的时候 用公园的杂草冲击 或者流浪汉一样的生活 其 只这样艰难的活着 对于自己和冰淇步的这一段恋情 内山摸我表示 不后悔 想要活下去的内山摸我开始尝试去找工作 曾做过半年时间搬运工 在建筑工地搬运工